大姜 怎麼樣?SKAN 我知道有個家常菜 叫老少平安 對… 那些材料好像很簡單, 對吧 但也很受歡迎 對, 沒錯 這個真的很容易做 材料也很簡單 適合一家大小 我現在也想考考你 我可否拿這些材料 做一個新的風格給大家驚喜 立刻想給你 好, 金磚豆腐 好, 第一個步驟應該如何呢? 今天買了包仔豆腐 包仔豆腐比較滑 但它的水分比較多 我們想辦法把水分砸出來 我還沒看過人這樣做 好, 很多水砸出來 放均勻, 否則會掉 是… 為什麼不可以要這麼多水呢? 因為如果水多, 我們會攪鯪魚肉 水多, 你就攪不起來了 我們要炸多久? 大約半小時 還有這是燒了的大地魚 很香 豆腐裡面, 放一些香味 好多, 剪掉了 大大小小, 沒所謂的 這個你可以攪著它 放在爐頭上燒一燒 然後刮一刮黑色的 它有粒狀, 又有粉狀 這樣就變得很好 平時的老少平安 是否沒有這個? 沒有, 因為你考慮我 這是三姐的秘密道, 太好了 那你剛才告訴我要特別一點 要挑戰嘛 是的 我們就要這樣, 對吧 這個呢, 我們放進去 鯪魚肉 真棒 把它搓勻 這個鯪魚肉是買有味的回來的 如果自己再剪, 就會多功夫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豆腐 放進去, 搓勻 還有水, 放進去 好… 當然就這樣當然不行, 對吧 胡椒粉不用說了 你給我打開, 這樣, 不怕 不要緊 這是剁碎的蝦米肉 那會很香 很香, 對 很棒 還有, 放兩匙生粉上 好 好 鹽要放, 因為豆腐有淡味 半茶匙, 對, 好 好, 兩滴麻油, 好 好, 放一個蛋白 蛋白 少許 一個好了 搓勻 這樣它的質地就會… 對 剛剛好了 對, 沒錯 周邊上面和下面, 替我塗些油 好 旁邊塗了, 這樣就容易出來了 好, 我們就放進去 好 好 好 很棒 這是中式米糕糕, 對嗎 米糕糕是什麼? 米糕糕, 就是豬肉或牛肉混在一起 都是這樣烤的 那個米糕 是, 那個米糕, 對 不是這個米糕 我以為你會想到你… 不是這個米糕 你不要這樣, 米糕我真的不要 原來那個米糕, 我知道了 我們現在先蒸熟 要蒸多久? 蒸15分鐘 好的 對, 15分鐘 大家, 我們的豆腐去了哪裡? 豆腐? 我們蒸了之後, 先放冰箱 我們先放冰箱, 先放冰箱 拿出來, 切的時候就比較好 容易一點 當然了, 好 好, 我們的醬汁有蜆戒 我們放果皮 這塊檸檬葉, 放一點 我們把骨頭這樣拿, 先把它撕掉 為什麼撕掉?是苦嗎? 這個是硬的 我在家裡會一起切的 是嗎? 原來要拿走的 我們將它…不用太多 因為它很香, 味道很夠 對, 沒錯 好, 切幾條就可以了 生蒜, 蒜蓉, 放進去 這個不用煮的 我們把油撕掉就好 就這樣 這樣就夠了 真棒 好, 放進去 我想你會喜歡 檸檬葉也很香 果皮也很香 而且這個比較濃味 對 因為那些… 豆腐的味道很濃味 對… 對, 沒錯… 很適合豆腐 對, 沒錯 這個時間我們把豆腐切掉 很棒 對, 現在攤凍了 的確容易切很多 是嗎? 把豆腐切掉, 不要壓下去 壓下去就不會那麼漂亮 會容易散開, 是嗎? 其實這些菜新年也適合 對嗎? 其實這些菜是幾時吃都適合 送柑給別人 幾時吃都適合 放一點油 好, 我就要加少許粉來煎 好的 這也是為了它會更脆的, 是嗎? 脆, 而且煎的時候要有皮 我們放進去 半煎炸 千萬不要放進去 煎的或者是 沒錯, 要小心 不要放進去, 知道嗎? 好… 好, 現在由它慢慢煎, 先煎一下 顏色可以控制多一點 是 我想要脆一點, 要久一點 金黃一點 要夠油煎, 才會有金黃的效果 現在像金磚嗎? 很像 很像, 好, 現在關火 立刻把勺子放進去 是 太慢, 油就會放進去 對 沒錯, 其實這個菜真的很快 快… 很快就完成 對, 很快 這個金磚豆腐就完成了 一包豆腐, 用重的東西壓住 把水分擠出來 之後就可以容易和鯪魚肉黏在一起 想鯪魚肉和豆腐的味道更豐富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蝦米和大地魚碎 包你又驚喜